陣修科大學生們 仔細丈量桌上的寬度高度 這也是桃園區圖書館旁 佔地約52坪左右的休閒空間 桃園區公所與陣修科技大學合作 未來將規劃為咖啡廳及部落市集 桃園這個地方就是蠻清靜的 我覺得這個環境很好 也可以就是多多推廣 因為這邊有農產品 就是有咖啡 那我想說就是可以結合在這邊 然後做一個咖啡廳 我覺得不錯 很好 而且還可以增加工作機會 然後也可以讓遊客知道那邊 有一個觀光景點 農觀課長表示 這個地點是南橫公路必經道路 未來市集完工啟用後 势必成為桃園區 展售農特產品的一個新景點 也將成為南橫公路 休憩新場所 那它的對面剛剛好 有一個就是車站的站牌 所以這個地方是成為一個 很好展現我們所有的特色的一個點 然後不管是我們的農產或是我們的特色的咖啡之類的茶葉 都可以在這邊成為一個休息的一個地方 然後在這邊品嘗 區公所希望透過產官學的合作將觀光休閒產業有效整合 幫助桃園地區族人把產品銷售出去增加收入 原人新聞高雄桃園採訪報導 我們可以做一些他的 設計的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